曾經來絕食 絕食的幾天之後 每天警察都去騷擾 所以說最後他們決定 最後他們決定到台北來靜坐 到台北來靜坐絕食 其實一方面是因為在地方完全沒有人報到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在地方警察騷擾得太厲害了 然後到台北 台北警察不敢亂訪 所以他們就到能源局前面靜坐 他們到能源局 人一到能源局 其實那自協會就打電話 可以到古牙網來啦 那然後也剛好是我接到電話 那當時我還有事 我就找那個其他人接去看 然後之後我們就開始做這個報道 那當然我做這個報道 我今天還是特別著重在 我們寫報道的這個過程 就是說我去那邊 大概當天我是主編 所以說我十點鐘才從 我的工作站離開 然後到能源局前面 能源局在那個 復興南路跟長安東路口 就到能源局前面 然後到那邊呢 大概跟自協會的人 大概聊了兩個小時 然後回來之後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環境報告 剛剛講嘛 有一份環境報告 兩份環境報告 兩份環境報告 然後第二天把報道寫出來 那裡面包括說環境報告 書裡面的問題跟 其實裡面也提到了 低頻造業的問題 也提到了這些東西 然後包括說 英華威跟居民的 溝通模式是怎麼樣 譬如說你今天起來抗議 抗議之後他就會找你來 然後找你簽一個歉解書 就是說那個歉解書是寫說 我已經領到英華威公司的 8400塊 然後也深深的知道 這個英華威推動再生能源 對台灣有非常大的貢獻 所以我也會不會抗議 那但是呢 這個切結書就重點是8400塊吧 不是那個他知道 英華威有多大貢獻 那8400塊是什麼 後來我有被英華威查證 這8400塊是因為居民出來抗議 他的第四台受到影響 所以說英華威補貼給他們的 第四台的費用 一年的第四台的費用 是這樣子 那可是呢 問題是這些東西明明白白的 擺在環境報告書裡面 那環境報告書為什麼要放這些東西 他要告訴所有環境委員是 我有好好的跟居民溝通 但是這個叫做好好的跟居民溝通嗎 居民擔心的問題是 攻擊對我的身體造成的影響 但是他得到的是什麼 他得到的是錢 這兩個其實是並不相當的 就是說我在於 他對於我身體所造成的影響 這件事情上並沒有達到一個共識 那我只是因為我拿了錢 所以我不想掛 是因為這個樣子 那但是呢這個樣子的東西明明白白的呈現在環境報告書上面 那其實就不好的意思啊 所有環境我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對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麼質問的 就這樣子過去 那當然裡面有一個蠻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聽到公立發電啊就是政治正確嘛 所以說我就不會去質疑他 那我現在再回來這邊看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用這張圖去把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圈圈是250公尺半斤 這個圈圈是500公尺半斤 就稍微有一點點這樣子的概念 那好剛剛講的一個東西就是在整個協調的過程裡面 其實包括英華維公司跟居民其實他們的談判不是沒有進展 但是呢恒生之節的是 恒生之節的是 政治人物的介入 包括了劉振宏 包括了杜文青的介入 一介入之後整個局全部壞掉 這樣子的談判也不可能繼續 然後呢 當英華維 對不起 當院裡的居民上來這個地方抗議 然後我們在能源局開始一篇一篇一篇的做報導之後 其實那時候也只有古勞網報導 其他那種都沒報導 但是問題是說 有趣的東西是我大概一開始報導之後 英華維就來找我 那就是說要跟我澄清報導裡面的東西 一直要拿資料要跟我做說明 其實大家會發現很有趣啦 古勞網他所扮演的一個角色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其實對英華維公司來說還蠻準的 那個準是什麼意思 因為英華維公司我剛剛講的 他有一個政治正確就是再生能源是進步的能源這件事 那麼相信再生能源是進步的 然後也認為英華維公司在做好事的人 跟古勞網的讀者 重點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說當古勞網如果這樣污衊英華維公司的話 那個效益成本效益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一講一講下去 古勞網讀者都看到 這是一個 第二個東西呢 是古勞網跟這些暴民之間的關係是最密切的 所以古勞網大概暴了之後呢 外界生源者就開始進到裡面去了 就是包括去了很多的學生 在我知道參與地方抗爭最多的一次學生 超過三十個人 然後進入到院裡 然後他們進入到院裡 產生一個很重要的化學變化 就是我剛剛講這些本土特殊 本土特殊激烈人士 他們有一個特色就是一天到晚被警察抓嘛 然後他們也不怕警察抓啊 那然後呢 這些人呢 我不知道這個是好事還是壞事啦 他們看到說 我在台北抗爭的幾十場幾百場都沒有看過 看過手銬耶 在院裡有手銬耶 也就是說警察的動作越大 他們越會想要去 所以後來就去了一堆人 我等著要被靠 然後看警察就來你靠我 好變成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說 外界的生源開始進去之後 他們對於鄉民產生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 哦 因為對鄉民可能 因為大家知道農民瑜瑜 當然年紀都不小啦 就是年輕人基本上外移 這所有的那個 那個 農村瑜村的情況 我就看到說 這個小孩子比我小孩還小 就他在警察面前一點都不怕 那我怕什麼 所以反而把鄉民的這個 這個 本來在院裡因為不堪騷擾 所以才到台北來 在台北農業局又不甩他 最後回到院裡去沒有辦法 但是後來把他給 把他們的積極性給帶起來了 所以後來像 也就繼續參與了抗爭 那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形象問題 一個是 因為這樣子的報導 其實丟出了很多東西 然後 帶動了新的行動 這件事情對英華圍有點強很大 我相信 英華圍這次就算是 有一個比較好的收場 他的受傷也很壯 經過這一次 因為其實剛剛講說 在院裡之前 包括像巴黎 或者新屋其實都有抗爭 但是都沒有變成全國性的行動 然後 苦勞網因為這個樣子的報導 其實所以說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其實很有趣 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報導的過程 起碼 我自己的經歷是這樣 英華圍也許你覺得還不夠大 那我再換一個 影眼量夠大了吧 南山人獸 那個 我前一陣子在報導 南山人獸工會的抗爭的時候 我打電話去那個 南山人獸的公關室 我就在問他說 因為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不解釋那個問題 那公關室聽了以後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你等一下這個東西 我要跟我長官討論一下 然後你可不可以 先留下我的電話 然後呢 他就回去跟長官討論 然後我反而就在想說 他是不是晃點我 騙我 不會再打電話回來給我 結果沒有 20分鐘之後 他就打電話回來給我 然後就把我剛剛問題 然後回答了一次 那但是 我就繼續再發了一些問題 在問他 他就說不行 這個問題 我還是要再討論一下 然後他又掛掉 然後又回去 再跟長官又再討論 又再打電話回來給我 然後講了一大堆 他說 你剛剛講的那個問題呢 我覺得我需要 比較多的時間解釋 我說好好好 那你解釋 能聽嗎 然後我就說 那我的理解是怎樣 怎樣 我就再解釋給他聽 後來他就說 你不能這樣子講 這樣子 那我就說 應該怎麼講 他說那我再討論一下好了 他又再回去跟長官再討論一下 然後又再打電話回來給我說 那我剛剛講 我覺得那個意思應該是怎樣 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好 那你們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已經寫出來了 我還沒有發表 我已經寫出來了 我把我寫出來這段 念給你聽 然後我就念了一遍 他說對不起 再念一遍 我再念一遍 他就寄完之後 我回去再討論好不好 然後後來 後來再討論 他又再打電話 後來就跟我說 不能對 結果這件事情 他大概打了六七通電話給我 我只打了一通電話給他 他打了六七通電話給我 處理了一層的效果 明眼兩眼 南山仁壽 多麼大的一間公司 他為什麼會這麼care 古老王的報導 我一打去他就知道 古老王他就知道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後來就在想 南山的這些公關 後來我就看了 因為當天南山在 南山公會在南山大樓前面抗議 回來之後 沒有一間媒體報 所有的電視台 那個不是說現場沒有記者去喔 那個 那個 那個攝影機排一整排的 然後SNG車 聽好幾輛在旁邊 然後不知道去了多少記者 但是呢 包括說當天晚上跟第二天 沒有一間媒體報的電視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的公司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打電話去媒體說 請你不要報 就沒事了 但是呢 苦老王他不能這樣 他 他連講都不敢講吧 請你不要報 他講說請你不要報 有用嗎 沒有用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他 而且這個公關 他知道苦老王一定會報 他只要對其他媒體講說 請你不要報就好了 但是他對苦老王不能這樣講 而且知道苦老王一定會報 這是一個 第二個東西是苦老王 只要寫出來的報道 南山的人一定會看 所以說對他的群眾來說 對他的影響也是非常直接的 我現在大概也在講一個 我們作為一個小的獨立媒體 他的重要性 其實我相信各位啦 如果你不是南山的人 大概也不太會看 我寫的人關於南山的報道 但是問題是說 我寫的南山報道一定有他的讀者群 而這個讀者群其實大概都是來自於南山 南山人 所以說其實裡面呢 就非常重要的傳遞出南山之邦的訊息出來 所以他非常非常重視這件事 因為他知道第一個你搞得清楚狀況 第二個是你一定會報 第三個就是你報出去的東西 有非常準確的受眾在看 所以說南山公司的公關人員會這麼緊張的一件事情 那麼同樣回到這件事情來看 英華威公司會覺得這麼緊張 我這幾天已經被我們那個 他跟副總有點擺到不想理他了 就是常常一直來找我 然後一直說 你寫的那個東西 我要跟你說明什麼什麼 說明什麼什麼 雖然說去其實有點鬼大牆 不同一套東西 好 那也就是說 我跟 我剛剛在談了幾個東西 我大概稍微整理一下 報道的東西 你必須要把人把它當作一個 你的讀者當作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要盡可能的用盡一切的方法 去解釋清楚 譬如說我這張圖片的呈現 其實比起文字要容易理解 那除此之外呢 像類似像這樣子一個圖片化的思維 其實在現在 特別是Facebook當道的時代 它非常容易被傳播 那所以說呢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說明其實是蠻重要的 這是第一個東西 那然後再拉回來 為什麼 今天主題好像是反而 為什麼要講 反風機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是我們作為媒體扮演的角色 有一點點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快沒電 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我剛剛一開頭就有講 我們處理越理反風機 其實我一直覺得反風機不好 因為他們不是反風機嘛 不是根本上的反對風力發電機嘛 只是說你的風力發電機 必須要去適當的設計 那麼這件事情下來 我剛剛說很煩惱 看很多資料之後很煩惱 我剛剛不是跟大家畫了一下 德國的規範嗎 譬如說 它的工廠距離巨落 要1500公司 如果說我把這個規範拿到台灣來的話 台灣根本不用做了 這個法規是德國的區域計畫 或者是都市計畫法 這樣子的東西 那麼 它在一個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裡面 訂出這樣子的法規來 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說 我的地方政府 在擬定區域計畫 譬如說 什麼地方是工業區 什麼地方是住宅區 什麼地方是商業區的時候 我需要去注意 我的工業區 譬如說 我這是一個風機的工廠工業區 距離這個聚落 距離住宅區 需要1500公司 所以是區跟區的概念 不是一根風機跟一棟房子的概念 這個也就是上升到 我的這個所謂的點 你沒有帶充電器 對 我把那個 拍算了 完全綁跟檔檔 那個 那個 那個圖差不多 要看得清楚一點點 現在沒有辦法 用投影機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